大家好,我是李船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走进航海人的生活。 今天凌晨三点半,我们又移驳了,移出高雄港的120驳位,然后到外边去抛锚。 这锚位跟上次是一样的,是三号锚地的西南角。 这样一番操作之后,我一看又天亮了,都已经早上了,赶快就补一件吧。 中午起来了,到驾驶台上班了。 刚到驾驶台,我一眼就看见有条船正在穿越我们的船头,而且距离很近,是一条散货船,大家看。 我当时测了一下距离,两个cable回遇。 对,什么叫cable,这里说一下。 cable是个距离的单位,指的是十分之一海里,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一链。 那一海里是1852米,那我们刚才说两个cable是多少呢? 370米多一点啊,大家可以算一算。 - 你嗯? - 你已经打开了他了? - 我已经打开了他的声音了 - 他致散了他的声音了 - 他说了他的声音了 - 他说了他把声音了 - 他在达海船银行开了他的声音了 - 他还在海船银行开了他的声音了 - 但他出现了他的声音了 据二夫称, 很早就跟他联络了 导致对方保持安全距离通过 对方船长嘴上是答应的 但是实际的会议距离最终还是搞得那么近 咱们一般来说 非必要的情况 你穿毛地的船舶 与毛泊的船经验值 会议距离是多少 大概你至少也要0.3海里以上 但是如果是苏伊士运河或者洛杉矶 毛地毛泊船的密度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 近一点船也没有办法了 可是像今天这样开场的毛地 非要搞得那么近就没有必要了 我们讲这种没有必要的操作叫什么呢 叫非良好船艺 说白了就是技术不行 要么就是个新手船长 要么就是人魂胆子大 对吧你完全靠运气 好吐槽完毕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正题 救生阀 大家看这个就是救生阀 那船上除了救生艇之外 这个救生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逃生装备 每一位船员都要求要熟悉它 熟悉它的释放步骤 我们看这个东西它看上去是牢牢的绑在这个架子上的 而且它是一个封闭的大圆筒状 有个壳子 它怎么打开呢 这人怎么进去啊 是吧 那就先给大家播放一些救生阀打开的画面吧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看到了吧 关键呢是在于这根绳子 当它受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 就会触发里面的机关 这机关一触发呢 这个里面遮叠好的阀体就会被充气 所以这种救生阀叫气障式救生阀 那这一充气可就不得了了 那里边的阀体就会迅速的膨胀 一下子就把外边包裹的这个圆筒状的壳子呢 给它顶碎了顶飞了 于是乎呢 这个阀体就破壳而出 斩翅高飞 该干嘛干嘛了 那从这些画面呢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救生阀的打开啊 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快捷的 那它是怎么从这个架子上给它释放出去的呢 我们现场来实际的来看一看 在法体上啊 都有张贴它的释放程序 大家看一看 很简单的 那第一步 先把这个拉杆 给的箱子给解开之后啊 它拉出来 然后向左边那么一拧 那么原来阻挡在法体前面的那个栏杆 它就会落下来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通道 边于它落到海里 第二步 解开法体绑扎带的这个安全销 很好解 这时候呢 法体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 就滑落到水里了 那这时候大家要注意看啊 关键的是这根绳子 这根红色的 它是已经生根在架子上的 那么救生阀一落下去 就相当于拉这根绳子了 当绳子的长度和受力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这法体就会冲气 就会破壳而出 就会展翅高飞 就会该干嘛干嘛 嘿嘿 所以说这个释放呢 就是如此的简单 然后呢 再经过这个梯子 大家看这个就是登艇梯 从这个梯子呢 就爬到救生法里就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它整个的释放程序 救生法啊 还有一点是有别于救生亭的 它是可以自动释放的 因为啊 它有一个附属装备 你看看这个 这个东西叫净水压力释放器 当整个这一套救生阀 这个你比如说来不及释放了 它随传沉入水下了 到水下四米的时候呢 这个净水压力释放器啊 就开始工作了 这东西它会爆开 它里边有一个旋转的刀片 刀片一旋转就会割断这根小绳子 这不就相当于解开那个安全销了吗 那救生法呢 就会靠浮力上升 一样啊 拉动那根关键的绳索 最终结局是一样的 那什么结局呢 发体充气破克尔出展之高飞 该干嘛干嘛 那聊到这呢 大家也看到了 平时这个救生法是不能打开的 因为你打开它了 你就放不回去了 那这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救生法里边 我们也只能看说明书了 大家看这个就是说明书 在上面有SOLAS的详细规定 我呢就不一一列举了 因为它和救生艇里边的装备都差不多 反正都是有吃有喝的 那如果想了解呢 详情请看我往期救生艇的这一期 就是救生艇夺命艇那一期 就可以里边有详细的介绍 那还有一点呢 千万要注意 一定不要用剪刀 把这个看着像外包装临时绑扎的 这个袋子呢 给它剪断 它是在救生艇充气打开的时候呢 自己是可以绷断的 所以呢 这个不是快递包裹啊 你剪断了 你小心它当场炸开哦 那每一个救生法啊 都需要粘剪 要更换里边的备品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ID卡 放在这个防水的小管子里边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 看里边的鞋身 看 大家看 就这一张 都有记录 它年检的日期 这个就是它的ID卡 要绑在这个阀体上的 那这样的救生阀有几个呢 左右两边 在救生艇的甲板 各有两个 那么就一共就四个 那到船头来 船头左右两边 一边还有一个 这时候啊 大家注意看 船头的这个救生法呢 比较小一点啊 它和生活区的救生法 是有区别的 船头的这个救生法 是没有净水压力释放器的 也就说 它是靠人工来释放的 这就是它们些许的区别 我在船上拍摄影片的同时呢 也是我检查巡视的一个过程 你还别说 这次啊 我还真发现了一个不妥之处 大家看这两个洗衣机 它是坏掉了 废弃的 它临时绑在这里 但是这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场地 是用于紧急掏声用的 你怎么可能放不相关的东西呢 这个道理啊 就跟紧急通道 应急通道 你不能把它阻塞 一样 所以呢 当时打电话 就叫市首长把它给移开了 同时借这个机会呢 也强调了一下 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那节目的最后呢 给大家留一道思考题 我们看这个法题上部啊 它有一个架子 这个黄颜色 这个就是 那这个架子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那好 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聊